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港股今天整體的走勢仍然向好 雖然最後收市只升了30點 而且還未能夠成功站在28,000水平樓上 不過我們繼續看到資金追入港股 尤其是一種股份包括電訊類別股份、物館股 再加上一種中資金融股和中資科技股 都有一個明顯的資金流入 令全日恆治綠德的資金流達到240億 這亦屬於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顯示著投資者雖然看到市場達到28,000水平樓上 也開始有一點點回饕 但整體上走勢未有改變 繼續向好的情況仍然是維持到的 以現在看回恆治在短期內 成功在12月的時間升破了保利加通道的中逐之後 一直維持在通道的頂部繼續上行 我們相信現在來說 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會有進一步擴闊 甚至可能最終會衝到上去3,000點的垂直高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 指數逐步逐步向著 在去年的1月份高位 29,174點的水平進發 機會仍然是比較大 總之現在來說 市場仍然是比較多的 就是叫做噪音 包括來說 大家都擔心著 美國那邊的疫情 再加上說 會不會美國那邊進一步加大 對中國的企業實施一些制裁 可能會影響到港股整體的投資部署 不過這些情況 似乎在資金流入的情況下 大家的信心未有失卻 因此大家都可以繼續看回 短期的走勢 29,174點這個目標位